1,先用1day,2,就是這一串,其實邏輯判斷加mance,再加ifl 然後最後的話,我們顏色是用Ctrl-2的向右向下,利用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的這個,就是用vday來判斷 那其實工作裡面還蠻多,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來完成 那再來的話,如果說我今天要插入空白列的話,那不是叫你慢慢插入啦,你要看這邊按右鍵,在這邊有個插入,然後它就一列,然後兩列三列四列,那你要做三幾次才完成 所以有沒有快一點的方法,後來我發現有個簡單的方法,但是,這裡第一個,根據那本書,我看到了,它說第一個,先在前面插入一欄 第二個的話,在這邊,編號叫lumber好了,然後這邊的話,你就加一個什麼,1,先輸入1,然後向下填滿 讓它變成1,Ctrl鍵按住,1到31 然後把底下這個,先刪掉,因為這是說明的部分,刪掉這不要 然後底下的話呢,再輸入1,1到30,一樣到31 OK 那特別注意,1到31,1到31 然後請你把底下1到31的高度 全部設為什麼 按右鍵,列高設為50好了,因為它只有16.2,太小了 按50 好 那這樣它的列高就調整 當然你也可以再格式化,比如說要加表格之類的,自己再加好了 那最後關鍵在哪裡呢? 其實應該我想有些同學應該可以想得出來 游標再放為A1 AL裡面有個什麼?排序 排序按照第一個Lumber 這個Lumber來排序 由小到大 按照值來排列,確定 那你會發現很快的就排完了 不過排完之後裡面的東西亂掉 所以特別注意,排序之前你可能要多做一件事 把這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不要用公式 因為它排序完,它會抓上面一個上面 你中間空的,它就抓不到前面一個 所以怎麼辦呢?請你把它剪下來 貼回去 用什麼方式貼呢? 選擇性貼上 那把它貼回什麼? 會值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範圍的話 把這個範圍 把它剪下 選擇性貼上 把它貼上什麼? 這個值 那把它改為值之後的話 再來做一次 排序的方式 排序的話基本上它就不會亂掉了 選擇性貼上 對不對? 用複製的啦 複製不要剪下 然後選擇性貼上呢 只有值 OK 貼回去就可以了 那天回去之後 再利用什麼呢? 排序的方式 那這個時候 因為已經不是公式了 所以你把它重新排序之後 它不會亂掉 那最後請你把A欄的部分刪除 這樣的話呢 它底下 就會有一個空白的 那個列了 OK 這個方式是完全不寫程式 就可以做到 我覺得這個方式 倒還蠻可以參考的 因為有時候你要自己再去 因為我剛剛好像格式 那高度可能有些部分 沒調到 所以類似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把那個 一個 列的部分 把它重新再排 這地方 1到 到時候排序它會把它放在底下 列高 所以它藍寬齁 重新排序 還是 就是 不過它好像排序 底下的那個 重新排序它的那個列高好像不會重新調 所以 這個可能要再用別的方式 如果 列高的話 可能要另外再處理 OK 所以基本上 利用這樣的方式 我們可以很快的把那個 空白列 加在它的下方 利用那個排序的方法 但是這樣的方式 就 又衍生那個 列高 可能會有問題 我之前都用程式來跑 程式來跑的話 基本上 這個問題 列高的部分 導會比較小一些 也許這個部分 如果 我們用程式來跑 也許下一個階段的課程 我們會再提到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們就 底下這個列高 我想還是維持原來的 排序 排序 按確定 OK 好 那這樣的話 再把A欄給刪除 那你就可以 底下 比如說你要做一些形式例的話 那就可以很快的 再安排這個形式例進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有關那個 插入那個空白列的一個補充說明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個部分做出來 那可能比較重要的是 複製之後 你記得要把它貼回去 貼回去的話 貼回去的話 這個值的部分 那在A欄的前面 其實我們 主要是利用1到31 底下在1到31 增加一個空白列 讓它重新排序 就可以加一個空白列在下面 不過這也是一個取巧的方法 OK 好 那這個是有關那個日期時間函數部分 那請各位試著做做看 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繼續 那個 看一下那個日期時間函數部分 再來就是數學函數部分 數學函數的話 請各位一樣開啟這個 數學函數這個練習題 然後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函數 理論上我們會 可能比較常用的像 三米弗吧 我想Sum應該用的比較一般性 然後三米弗的話 那怎麼去使用它 另外三米弗 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例子 我在後面的話有幾題 像007 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也許可以看一下 那所謂產線人員工資之和 各位可以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它的工資 它的那個工資的計算 工資在西蘭 那我要加總的 只有 部門裡面 開頭是 產線的 那一些員工 我想把產線的所有員工 都把它加起來 可是產線呢 裡面有產線123 可能也有4,5,6更多 那我要怎麼樣 剛好可以把那些 人的工資加總起來 OK 這邊的話請問 先稍微開啟 那個數學函數裡面的三米弗 待會我們再來看 三米弗 還有三米弗的 是 是